由如海上分裂式摆拍秀肌肉 战机瞬间飞越舰队上空 北约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特别公布在挪威的连演 地点选在北极圈 摆明嚇阻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大选前 特别回呛将派兵到芬兰边境驻守 俄罗斯总统三天大选 其实毫无悬念 现年71岁的普丁 因为民调超过八成 CNN预测普丁一定会当选 毫无疑问将当选第五任总统 不过他在选前也表示 国家正处于艰难时期 呼吁俄国人都要去投票 克里姆林公则表示 选举结果将表明 俄国社会是力挺普丁 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普丁如果真的胜选 将执政到2030年 成为18世纪凯夏林大帝以来 俄国掌权最久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把普丁称为 对手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说如果普丁战胜乌克兰 他绝不就此罢休 谈到乌克兰时 马克宏大力相挺表示 目前乌克兰处境相当困难 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支持 他还表示如果欧洲要和平 就不能软弱 应该要为战争做好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